五宗罪成龙在西方的人设要崩了! 英文版自传体现的成龙五宗罪,酗酒嫖妓家暴出轨和奢靡。 曾承认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的中国武打巨星成龙,首部自传,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英文版《Nell Ergo Up》4日全球发售。 三年前中文版发售时,华语舆论对成龙坦承过往经历一片叫好,纷纷通过他的回忆缅怀曾经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 如今英文版面事后,关于成龙如何从一天之争五港元群演成长未动作巨星,如何在A计划,尖峰时刻拍摄时出生入死等内容被不分欧美媒体印刑,取而代之的是对其私生活的抨击。 这样的抨击四日也被自传中文版作者朱默否认。 该自传中文版由成龙和朱默共同撰写,从成龙在香港出生写起,回顾他六十云年风云跌宕的人生,包含《拿命国》《再见》《邓丽君》《黑社会》《与儿子相处》《爱恨》《好莱坞》等多个章节。 由新加坡类作家义翻译的英文版并无删减,但在内容和次序上有所调整。 其中,中文版最后一部分内容被放到英文版开篇,讲述他得知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经历。 之后透露他投身电影《以命相伯》的拍摄幕后,公开他与初恋邓丽君、林凤娇的感情经历,讲述他与马云、威尔、史密斯、张曼玉、林青霞、王力宏等圈内外好友的故事。 香港零妖网称,英文版内容与中文版还是有些差距。 香港南华早报更细数英文版体现的成龙母宗罪、酗酒、嫖妓、家暴、出轨和奢靡。 据香港头条日报网报道,新书中成龙提及过往诸多女友,包括邓丽君、林凤娇和吴奇力等,称当时我女朋友很多,还在挑选最好的,但她指林凤娇却怀孕了,我说就生下来吧。 她坦言当时觉得林凤娇是故意怀孕,从林凤娇怀孕到生产从未探望过对方。 成龙还提到她做特技艺演员时挣了很多钱,但生活迷烂,曾睡十几个映照女郎,将大部分钱都挖在赌博和女人身上。 美国媒体Energy直接打出标题,成龙在自传中承认大儿子和旧嫁。 据成龙回忆,在儿子房祖民还小时,有一次他气得直接把孩子拎起来丢到沙发上。 尽管随后成龙感到非常后悔,但此举在美国网友眼中是粗鲁恶行。 担任英文版翻译的成亦在接受美媒综艺采访时表示,他对这本书的坦率和开放感到惊讶,前书就像成龙内心深处的对话,对自己的过去和不体面的一面有着惊醒的认识。 专栏作家班尼尔,被词在英国《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专门探讨成龙的英文版回忆录内容。 班尼尔直接援引书中成龙的自我调侃,称之为十足的混蛋,指至其在多段感情中不尊重女人,态度和行为极差。 对于他这字不提小龙女吴卓琳,感到难以接受,太过冷血。 文章称,64岁的成龙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他的不安全感和他的不成熟,尽管坦诚,但成龙并没有提及他那个因为父母恐童而无家可归的19岁女儿。 每日邮报还专门选取吴卓琳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与血液相比爱情更加强大。 不少港台媒体也注意到成龙在书中对他和吴卓琳的私生女吴卓琳指字不提。 台湾联合报认为成龙媒体到吴卓琳是因为他想用这种方式抹去吴卓琳在他生命中存在的痕迹。 对于每日邮报提及的相关内容,成龙自传中文版作者周末四日在社交媒体上斥责其为断章取义华众取宠的国外笑报,并表示英文版是从中文版直接翻译而来,不存在国内外版本及用词不同之说。 他还表示英文版自传四日海外上市后获得英美出版界主流媒体好评。